請坐 請坐 各位學員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好 今天是我們第35次 各位學員 你要記得齁 你是第35次 我們是每兩星期有一次 每兩星期有一次 由今年開始 到今年為止 都沒有效分 兩星期一 兩星期一 其中還有六個的 高級班 高級班是35個的普通班 南作會 還有六個 原住民高三族的同胞 還有四個的大學生 各位 今天為止 我們台灣所有的社團裡面 所有的政黨裡面 不像我們台灣民政府一樣 有這麼多年輕人來參加 這是可以得到我們所有的台灣人民 自己 開心 而且 自己 要感到自己很幸福的事情 剛才 現在我聽我們總理 在講話 說得很好 但是國語都沒有什麼感情 說得這麼好 大家都 秉大 跟他拍拍手 不要 不是 不會有啦 我說這樣你拍捨什麼意思 我就聽信 看不看 我剛才覺得說 不忍心打斷 不忍心打斷 阿伯说 你若拍手他就更高兴 更高兴 跟我一样 你若都没有拍手 我说你们是在睡的吗 来 现在要向新学院说的这个主题 各个学院没人都听过 各个学院慢慢不要阿伯出声 这意思是 台湾有参加世界体验吗 有 有的牙齿有什么看 阿伯的牙齿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台湾四季滑兵 你若说台湾没参加 我要跟你请教 你的阿公阿嬷 你的老婆老母 他一定有跟你说 什么人奉扎台湾 美女教嘛 对不对 专台湾炸套套 现主席 他中华民国总统府扎一盘去 那现在这又起起来 阿伯扎到迷茂 迷茂没有参加战争吗 没有参加战争吗 这样有参加建签吗 有 又一次 有参加建签你走去看看 你看 这样又不相信嘛 手片 我想不 你不相信 现在又不相信 不知道什么意思 有参加建签 美国跟你奉扎 是美国还是日本 不要那么大声 日本的牙齿 你如果说了太大 我本来要跟你骗 我没有跟你骗 很多家庭车手机 你不相信 你去看看 他说 你说 第二次世界上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不知道 标准台湾人 你现在说 日本飞扎台湾对不对 对 对 稍等 他说稍等 他好像不对 我说对不对 我老婆老婆好像是日本人 日本来飞扎日本 你看中华民国中国人的教育 看老婆生就好了 是美国飞扎台湾 他刚才总理有说 他已经 射六地没给你了 美国飞扎台湾 但是 中华民国来占你了 这样不太奇怪吗 你去打天啊 你去天后被别人去坐 有这样 有这样 现在中华民国 你骗你一遍 他又跟你说 他说我有法例呢 什么法例 开楼宣言 Decoration 什么叫做宣言 有的人 撻脱撻到今天留意了 不知道什么叫做宣言 宣言就是一种的主党 和我含你 我含 revision 和我们的房组长 新权这个主党 我两个公共的说 我告诉你 共産党拜仪的天万人属于我的 我两个公链 我們兩個來簽約 這叫做宣言 這個宣言有效嗎 有效嗎 這都聽有嗎 這都知道沒有效 是怎樣 因為天安眠 不是像黃周長 也不是像我的 所以我們兩個怎麼簽就沒有效 台灣那個時候是什麼人的 1943年 12月開羅宣言簽的時候 是什麼人的 日本的對不對 台灣是日本的 中國 美國跟英國他們三個去簽 很注意啊 簽簽的說 我們三國簽簽的 後來漸漸的結算 台灣就是你的 那不是你的東西 你能夠跟他搞定嗎 不行嘛 所以 很清楚的開羅宣言 有簽字沒有簽字 農宗一樣沒有用 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五金山和平叼要有簽字沒有簽字 這個比較是要緊 來 五金山和平叼要有簽嗎 有簽嗎 有 現在中國他在靠腰 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他抗議 他說喔 我們就沒有簽所以我們沒有準勝 各位 你連參加都沒有參加 當然也不能簽 不簽 建政是在什麼時候結束的 1945年8月15號 日本到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生立的 一九四九十九十七 建政就結束了 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參加嗎 沒有嘛 你沒有參加 你是要簽什麼 跟你沒有關係啦 好 跟你沒有關係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抗議我 他說 欸欸欸 我有參加耶 中華民國他雖然有參加 但是一九 四五年八月十五 那時候一中 但是那個時候 簽那個九金山和平叼是 一九五一年的九月七八 一九五一年九月七八 中華民國已經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七一 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用武力推翻 那個時候 他本來 美國叫他來簽名台灣 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孫 他變成流亡在台灣 是怎麼叫流亡 流亡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土地不是他的法定的土地 在白人的土地上面建立的政權 叫做流亡政府 因此呢 中華民國 一個國家變成流亡 所以他怎麼 他不可以簽啦 所以他就不可以簽這個 古金山和平叼用 但是當年十五 他叫五一年九月十八一後 美國叫五十一個國家去簽 但是有四十八個國家的國會通過 所以在那個時候 在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 古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那個時候 美國叫日本 要跟中華民國 簽一個叫台北條約 古金山和平條約說得很清楚 你日本 如果要跟任何國家簽約的時候 你不能超過古金山和平條約的約束 你跟金山和平條約來不簽的 你都不可以簽 都不準算 跟金山和平條約 不簽說台灣給中華民國 所以日本也沒辦法簽說台灣給中華民國 所以到今天為止各位 台灣 永遠不會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因為這樣的關係 台灣這些獨牌 以前受的是中國的教育 他都想說台灣要動立 自己要建國 各位美國跟你說幾個次 台灣永遠不可能獨立 永遠不可能建國 沒有 是怎樣 很簡單的嘛 你先要找說台灣這個土地到底是誰的嗎 來 再問你一個問題 後面不要說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 後面要點點啦 台灣 對得不對 我們都給你講到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得去哪裡看 你都不愛台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對嘛 是不是 對嘛 來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比較豪大的啦 我不會跟你笑啦 好 手放下去 不對 我又說一個禮給你聽 聽得清楚喔 聽得清楚喔 國賓飯店 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的 對不對 你們很自信 這都不對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各位 問題在哪裡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你要叫你拿 所有人拿出來嗎 拿不出來 你不用說國賓飯店是你的 我問你台灣人拿出來 所有權賺嗎 可以嗎 你如果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我告訴各位 台灣人不用繳錢嗎 你會叫人繳錢嗎 你會叫人繳錢嗎 所以 阿到底台灣這塊土地上的 吹啊 我們要吹啊 到底在設 在什麼人的手頭啊 吹看看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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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簡單的嘛 馬關條的 一百九五年四月十一千萬 馬關條條的裡面說什麼 來 實在就好看 馬關條的 對 南蘇特色 會記得喔 南蘇特色 說馬關條條裡面說 台青帝國 將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和澎湖 永遠割浪給日本對不對 對不對 對得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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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上課就要嚇手 跟不嚇手 這樣上什麼課 對不對 當然也不對 對這點不對 黑白講 來 看這 看這 你們台下都叫國民黨洗掉 看清楚啊 台青帝國大風在陛下 和大日本帝國大風在陛下 為千里合約 第二條 台灣 台灣周邊群島 還有澎湖 永遠割浪 給日本天皇 所以台灣這個土地誰的 你如果說日本你就很傻的啦 日本天皇的啦 天皇跟政府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天皇做什麼呢 我跟你說 你們頭上來都不清楚啦 天皇這種國家跟英國一樣 英國越旺 天皇的國家就是說 這幾塊土地都我的 讓你們這些人民選出來中立 這個中立 我這裡秀環給中立 做政府 所以 天皇跟政府有一樣嗎 絕對不一樣 在這裡證明 他叫 四五年九月 日本的投降書裡面 投降書的時候 日本那時候 大日本帝國的外交部 部長叫做崇光奎 崇光奎 崇光奎 在投降書裡面 他的新聞代表兩個 第一的就是日本天皇 第二的就是政府 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 所以很清楚的 台灣這個土地 既然是像日本天皇 所以跟日本政府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 台灣這個土地 日本天皇 拿著土地 他要什麼 他要派總督 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這個土地 是殖民地 這很有心耶 台灣的土地 台灣這個土地 是殖民地的時候 才可以割讓 那不是殖民地 就不可以割讓 那不是殖民地 你要割讓 這樣與萬國公法 不一樣 不準算 割讓 也可以拿著 什麼正行 麻煩到東西 對遼東半島 就是奉天 他也要刮 台青帝國給他刮日本 這個刮日本以後 三個國家出來割讓 然後日本天皇 都過不十天 還行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不可以割讓 但是台灣可以割讓 所以標示說 台灣這個土地的所有款 是台青帝國的大風地所擁有 所以才可以割讓 這樣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對嗎 對嘛 我的麵 我不知道怎麼割讓 欸 我在開計量車 我這隻計量車 我如果不可以 我可以賣啊 是不是 啊我女兒說 要賣到不行 當然不行 所有款是什麼 是我的嘛 又說一個 很簡單啊 聽得好 黃組長這隻計量車賣給我 名牌 黃組長和我林母母 秘書長 這隻計量車的所有款什麼人 什麼 什麼 欸 拜託你不是簽個客人嗎 他不請給我 我錢付給他 這隻車的所有款什麼 我的對不對 是不是 比較好看好不好 我 我 我開 我太老了不要開 我叫黃浩先生 我來你開 黃浩先生開出 這就像我是天皇 黃浩先生是政府 就是由人民所造成的政府 就是 我有幾個學生 這個學生就是 所有的學生公推 叫他來開車 啊現在他開車 沒有剛好那個人拿到 發生建禁啦 他這個首相啊 東條英姊去建禁啊 建禁輸啦 不像我的學生開車去拿到 拿到要怎樣 要背嘛對不對 我學生說沒問題啦 我像這隻車賣掉 我像這隻車賣掉 可以嗎 可以去哪裡看 可以嗎 可以 當然也不行嘛 對不對 他不行 為什麼不行 我啦 我啦 我是老大 車是我的名 我說不可以 所以你看 日本田虹 跟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在古今山河平條 第二條規定 說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有說到日本田農 有沒有 沒有啦 從頭到尾 唯一唯一的出到頭 日本田農 沒有受處分啊 所以在1895年4月17號 馬關條約時 台灣這個土地變成日本田農 他爺 日本田農 跟古金山河平條簽約 他後 又是他的 這個土地是誰 誰 現在大家覺得奇怪 美國人都不要說 都黏黏 好像我記得看一隻 一個那隻做公告 那飛仔 飛修廚 一個小駅 走不去 有嗎 人家叫 他說 那個新聞記憶說 你怎麼不會走 他說我怎麼不會走 我的腳馬怎麼不會走 同樣的意思 同樣的意思 今天這塊土地是日本田農的 但是日本田農在古金山河平條的 第一條的米 日本田農的管理 扭起來 叫做suspension 叫suspension 懸空啊 懸置啊 所以日本田農變成怎樣 不能說話 但是他是人呢 他不能說話 他在裡面 他在表面 在 berp裝1 可以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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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嗎 inis 像你 Zach 听到你 只要他用麥克風 他說他可以插3 可以插3 研究之後 結果美國投降 這個土地是日本田農的 他都會 他說 他说 可能要离开 所以 走那边 那边 走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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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站到方就好 所以你看看 今天日本天空 他在古今山河边条第一条的米 去给他宣传 讲话 台湿的时刻 我们要让他讲话 我们有得到吗 用头呢 要让他讲话 所以去年十二月二十 来百五十个去日本 台湘李懿去建国神社 他参拜 台湾有三万九千一百的英零 在那个地方 那个日本的建国神社里面 有拜中国人吗 有 偏偏只拜台湾人 这是怎样 偏偏跟研究 很简单 一九三七年 日本的 一九三七年 日本天空 公布教书 这个教书公布在那里 我告诉你 台湾的地位 拍一个面子 本来是殖民地 变做什么 变做 变做 固有领土 所以一九三七年 日本天空 开始在台湾实施 黄民化 一九四五五年 四月职一 给台湾人两个管理 第一个参政权 第二个参战权 这个参战权 问题是这个参战权 参战权就是对一个国家的效忠 你是对一个国家的人 人民 你要对这个国家效忠 你才可以参战 所以以前台湾人不用做兵 琉球 向美国占领的时候 琉球不用做兵 伊拉克 向美国占领 伊拉克的人不用做兵 因为做兵就是 对哪一个国家来效忠 所以 尤其是一九三七年 黄民化 这有一个例 河凯土 北海道 北海道本来是日本天皇的殖民地 它是爱女主在住 爱女主说的宜然跟日本人不一样 爱女主的生活习惯和日本人不一样 所以 日本天皇先 北海道这个地方 让日本的爱女主赢日本人不一样 让他的生活习惯和日本国家完全一样 然后 天皇公布明地憲法在那个地方 事实 憲法这个事实全面实施 在万国共法就是规定 开始事实憲法的时候 那个地方的人民 变成臣 人员做臣民 奉得臣民 台湾同样 台湾就是一九十五年是为了七一 一九十五年的四十一 台湾的人啊 变成日本奉得臣民 臣就是臣 台姓的臣 臣民 那一般国家叫做租民 但是日本天皇 帝国的时候就叫做臣民 这有沉 这有沉 这不太简单 给你了解 所以你不能想你来上两百块 你就都了解 要再带你 我跟你讲 但是 我给你教整个博物 给你在外面可以炒钱 好吗 日本天皇的国势是什么 等一会儿打破了 日本天皇的国势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国势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国势 日本天皇的国势是什么 日本天皇的国势是什么 是日本的举手 举手 是美国籍的举手 你没什么意思 没国势 没国势 我跟你讲 两千空人年的十个日子 我们去顾美国对不对 美国两千空九年四月七七 跟你拍拖 本好台湾人不国势 本好台湾人不国势 成立的政府 本好台湾人要成立政治恋 什么叫政治恋 就是台湾人 偷偷偷偷偷 要去选去 你就明明是台湾人 你去选中华民国总统 你就明明是台湾人 你去选中华民国立法委员 这就是政治恋人 因为你去选中华民国 你去选中华民国 你去选中华民国 本土台湾人 是冠国 所以美国的政府 要主动 行政党 要主动 协助援国 他要求 第五点 美国 犯于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说 今天美国 军事政府 要在台湾占领中 我们要去人占领 你知道吗 大家都很奇怪 我刚刚都没看到美国 都没看到美国 占领 占领占领 是不是看到美国才占领 是不是 你们觉得是不是 当然不是啊 我跟你说一个 世界最同样 我这个国家宣布 你这个海域 范围 你准备都不能过 你如果过我给你拍 这个地方是不是我占领 是不是 但是没看到飞机啊 没看到病啊 但是我宣布 这个地方定义我占领 这个天空 所有的飞机都不能占 这个地方我占领 这个占领 建政法里面的概念 所以今天美国 军事政府占领台湾 是在国境山河边 23条 美国 是包括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但是美国这个主要占领团 他可以将他的管理 交给中国美国 叫他代替 美国 来军事占领台湾 但是占领 不能占领 有一个记忆 所以他占领 六十年 那个时候 那年 我 和何瑞元 我发言 今天又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 今天又是美国军事占领台湾 占领台湾 这占领台湾 要找什么人 透 国家 有一个免数权 不能够 不够 只要找这个律师 找一年 大家的律师都不够 因为美国有一个法理上的規定 叫做无聊诉讼 就是说你不够一只 你去够 那些律师 会叫美国出销律师主席 所以我要够美国 他会怕吗 怕啦 怕是 我怎么会怕 所以我就要找 有很多资料 花很多钱 你知道美国的律师多么夭壮 你拿东西给他 他给你打 1.5百 我先来 给他打 我就要1.5百 付他五百块 那有看有抗拳吗 那有抗拳吗 所以美国律师很贵 所以你买美国要打官司 不太简单 各位 我现在还想到一步 我 欧巴马一定来处理台湾的问题 欧巴马 最近要选举了 对不对 知道欧巴马要选 他请你拿手 看 好 手棒 不知道请你拿手 看 欧巴马要选 欧巴马要选 欧巴马 有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可以 9万 上白光的网站 当时 你如果一国里面 可以找到 2万5千名 给你连手的时候 他就要来处理 美国欧巴马 他 第一次他动算 他就是用这个忙碌 他动算 这次他又要用一步 套他好康抗他用这一步 我现在看到你的工艺 你看看 给欧巴马总统的请愿书 有没有 有 那里面我跟他说什么 我跟你说 你美国 不要再打迷糊仗 我跟他说 要让台湾恢复 正常的地位 什么叫正常地位 建政以后 你美国军事这名 可以 但是我不要让我美国这名 你不用拍手 现在你跟他说 美国说不好 我会让中华民国占占 不然你要怎么 简单啦 高丁行 日本对不对 不对 行日本天皇 问题来 听清楚 行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 在既金山和平地 去套起来 不可以说话 对不对 所以要行日本天皇 不可以对不对 所以台湾人主题 我跟你说 美国就是说 你台湾主题啦 你怎么说都不要说 台湾人很高的 你要相信吗 如果台湾人很高的 如果知道的 要去哪里看 好啦好啦 你们都自己乘成功啦 你听我说喔 上海公报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都成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为以代表合法的中国政府 美国 听到 我说一次 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 各位什么人 什么人 不敢说呢 什么人啊 台湾人和美国现在说的 上海公报的 两边的中国人有关系不 一双关系就没有啦 但是台湾人家够 我 rewind the story 要台湾法陪中华人民共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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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nations 好啦 記住 台灣人跟中國人切櫃 你不用擔心啊 真的不用擔心啊 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 我們是台灣人 跟他無關的 不要這樣 自作多情 我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看著櫃 我不認識 我如果把那個何瑞元 跟我到底在研究那個何瑞元 我如果說 你是美國人 也是英國人 他會給我打下去 我不跟你騙 我就美國人 就美國人 我英國人 日本人 你不相信 你說 你是日本人 也是海國人 他也給我打下去 日本人就是日本人 奇怪 偏偏 像台灣人說 你是台灣人 後面那句不用說了 對不對 今天台灣你不清楚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你自己什麼人 你搞不清楚啦 所以 九月份 我們要在電視台 要跟他接募 他雖然他都不得了 但是 有人在跟我們搭三天 我們六月二日 全台灣七間補助 的所有補助 都給他頂到半半的 有沒有 有拼拼嗎 有看著牙齊有看 所以你們來最高的嘛 對不對 坦白說啦 坦白說啦 如果不頂的時候都不敢來 台灣民政府 哎呦 我去最高的那邊去關 那要關 他們就先關我 黏拼 對不對 為兩千空四年 我研究到今天 他就繞繞繞給他抓去 中華民國現在對林志興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方法你知道嗎 很簡單啦 他就沒看我啦 我去選高雄市市長啊 竟然全台灣沒人知道我去選市長 那有厲害嗎 厲害 抱歉 你這個抱歉我沒有說到耶 我說跟你抱歉你就抱歉 你也在幫我抱歉呢 你中華民國 很厲害的我沒有跟你騙 我選市長欸 高雄市市長欸 竟然沒人知道我去選啊 這個人敢去選我怎麼不知道 我沒有騙他真的 我去選市長的目的在哪裡 我在那裡繞227的 跟我28的 他在幫我糾正 我說繞228的喔 哇 叫人電欸 啊你自己沒選 掃了一條牛啊 所以217的 去顧美國就是為了我去 這樣我去選的啦 我告訴你我去顧耶 真的是拼得老命耶 我竟然敢去顧美國 美國的歐巴馬 就在那裡頭一天 跟人家等於叫來講話 他說你知道這個Rachel你是什麼人 他竟然給我顧 我剛才做總統而已你就給我顧 那些人都不知道耶 所以他們叫那個 躲在那個華春天DC的台商啊 叫他去 欸 這個Rachel你這個什麼人啊 我不知道耶 我跟你們講 美國總統派他的修理兩次來我們這裡 最近一次跟我說什麼 我們哥哥現在要選機了 你不要再加了啦 我不要加可以啊 第一 第一 他心情已經給我們了 第二 我們要跟琉球一樣 琉球是日本 紅地的土地 台灣也日本 紅地的土地 琉球 你美國占你的時候 你有發給他 我台灣人比較小 你沒有發給我 所以 我們台灣民政府 五十個基本辦公室 跟美國國公報申請 你也要發給我 對不對 如果這五十個體重 齁齋子各位都有了 所以有人告訴我 我怎麼不敢去 你拿著貨物 我就去 欸 台灣人很多時候都 撞帳子 等下這個帳子 下下來 他才撞 但是各位 你那35期的 後來我們說得很清楚 要有一個政體倫理 你如果沒收分的 要在台灣民政府做些 NOTION 好不好 好 不好意思 如果要做可以了 拜堆了 35期 我相信 差不多我們拿著 我高級拿著這個 這個貨物 應該是很快 拿著貨物 那時候我高級差不多在 應該又過了差不多20到30次 那時候拿著貨物 但是現在有生一個東西給你 什麼東西 新聞錢 在座公園 你有新天新聞錢拿著我看 我沒有相親有這麼多 賣卡片 還沒拿著 還沒拿著 好 那新聞錢可以做什麼 知道的拿著 會做什麼 進入美國 那是將來 今天就好 今天可以做什麼 你不要講 今天可以做什麼 有很多人 叫警察 會記得 他說我什麼都沒有 拿那個我們的身份證給我看 台灣民 台灣政府 我們不是台灣人 台灣政府 因為美國叫我們什麼 台灣政府 他問警察說 你沒有看過台灣民政府的廣告嗎 他說有啊 你這台灣 你還有其他證件 你有其他的證件嗎 他說沒有 我只有一個而已 那路邊的警察喔 他就咬咬咬咬 他說 好啦 我是中華民國的總統啦 不是 中華民國的警察啦 你是台灣政府的啦 這樣我不能管台灣政府 你離開好了 叫他走啦 不是一次喔 幾十次 真的幾十次 再來 我們現在你買帳票有啊 高天是不是要看你的身份證有啊 六十五歲 可以打對折有啊 你給他用那份 你去試試看 絕對通 這樣有效嗎 還有另外 你去銀行 去郵局 人家說 雙證件有沒有 你把它拿出來 我給他這份 另外 我跟你說 你有其他 你學看 我給你保證百分之百 通 那你不用拍手了 所以有人說這沒效 再來 拿這個秀文證 去AAT簽證 大家都歪相信嘛 拿AAT簽證的那份啊 拿出來 美國的面試官啊 含問都不跟你問 補一個櫻子給你五年 免簽證 這不是我說的喔 台北的 高雄酒的酒店 你等一下你給他問看 王保育啊 跟我們的婦女總會的總會長 郭偉豬 你想問 看有這個事情嗎 已經有兩年了 我跟你說 美國雖然 現在還要黏黏黏 但是他比較黏黏 有照美國的法人的判斷在做啦 問題現在在哪裡 我們台灣民政府的人不夠啦 美國說 你就要訓練四千名 為什麼要訓練四千名 因為民政府將來 在絕對的時間裡面 一定接到我們台灣政府的管轄權啦 這跟那個時候 你不管你什麼人 你什麼博士的一樣 那些博士絕對 不在我們國位的一支腳門啦 像以前我剛才說的 你跟他問說 日本天皇的國際是什麼 他就答不出來了 日本天皇的國際跟台灣人一樣 什麼國際 沒有國際 為什麼 日本天皇沒有效忠的對象 台灣人目前沒有效忠的對象 啊沒有效忠的對象 所以台灣人不用做兵對不對 完全對嘛 所以你媽要請 他好歲啊 他說這兩千空十四年 台灣人不用做兵 不是他說的啦 是我們說的啦 我們再告美國的啦 我跟美國說 你如果再叫台灣人做兵 我就再跟你告 跟你談好 有效耶 真的有效耶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美國 上禮拜選佈I-94 就是他要入境的時候 裡面簽什麼是什麼東西 本來是中國 台灣對不對 現在改了 跟日本組合 日本也是一樣 都改 改做什麼 台灣 現在齁 什麼台獨聯名 什麼李登威之友會 日本的 說什麼 我們長年 我們長年的功勞 看到鬼 日本跟美國選佈的情 一個禮拜 我就在這裡已經選佈了啦 這是屬性啊 為什麼 我早上也有說 瘦肉精 絕對通過 我在這裡選佈了 現在有過嗎 有過嗎 有過嗎 為什麼要過 美國人 美國朋友要吃的嘛 你是會的 尖釘區嘛 美國人吃瘦肉精無關的 台灣人吃瘦肉精無關的 所以這個 民進黨給國民黨把它洗去 國民黨挑戰 拿資料 跟民進黨 跟塞農 你看你發表 你發表什麼 這瘦肉精吃了 台灣人死了之後 好 民進黨站起來 好 不可以不可以 我跟你說 全世界 全世界 包括美國 都在吃瘦肉精 瘦肉精什麼東西 沒錯 它是化的 它是讓那個豬肉 骨肉 肥的 變成散的 比較嚴重 如果沒有影響的時候 應該可以啊 還好碰 台灣是 嚇到美國的占領地 他說要過 什麼人家不要給過 占領者的意志 就是命令 占領者的意志就是命令 所以你看看 國民黨 他們那個人怎樣 所謂的南軍 他說什麼 如果沒有通過 我們就要怎樣 要用行政命令 各位 台灣人真的是 生活在非常模糊 裡面 你別看報紙 你要相信嗎 最近 日本為了釣魚台 日本的釣魚台 他說什麼 我要把釣魚台收歸國有 日本說的 收歸國有 我請問你 不是我們說 整部釣魚台是 日本的嗎 有沒有 這樣說沒有 日本政府說要收歸國有 奇怪 你日本的 要收歸國有 你不會 你不覺得報紙很矛盾嗎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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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說過 大日本帝國 原來土地是什麼地方 左邊你要看 那裡 那裡 北方四島 北海道 本州 九州四國 琉球 台灣 新南群島 還有一個 朝鮮 來 看我這裡 大日本帝國的土地在這裡 但是朝鮮是什麼 是他的殖民地 為什麼 1905年 天皇 日本田農 跟朝鮮的總理 簽一個客戶 朝鮮仍然保有主權 但是管轄權 跟日本田農 所以 日本田農 有朝鮮這個土地的殖民地 所以 古金山好平在這裡第三條 日本放棄朝鮮的管轄權 朝鮮自然變成 獨立自治的國家 但是台灣不一樣 台灣是 台青的大風地 從台灣跟澎湖 所有的東西 都交給日本田農 所以本來是殖民地 但是 一九四五年四月 所以 日本田農 全部在台灣實施 憲法以後 台灣這個土地 已經變成日本田農 本來土地 從事 老百姓變成的臣民 有些說我外國日本的臣民 可以嗎 不行 像平常說 你老婆老婆給你選出來 算了你看看我老婆老婆選得不好看 我外國做我老婆的好選 可以嗎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你的老婆老婆你不能搶 台灣人沒辦法搶 但是好家在 第一次世界就是田農建書 你說不是日本建書 是日本田農建書 怎麼說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七 美國時代 日本田農東條英姬 他的修行 發動建經 突襲 珍珠港 他剛剛十二月八號 國會選擇 他怎麼選擇 邪惡的日本帝國 如果日本政府他就說日本政府就好了 邪惡的日本帝國 對美國轟炸 所以他對他選擇 外界的地方你也知道 美國國會才有宣戰權 美國總統有沒有宣戰權 沒有 美國總統沒有宣戰權 我們世上的時候 九九九 他說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九 七八號選擇對不對 美國選擇對不對 十二月七九 中華民國對日本選擇有沒有 九九九我宣戰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看起來是不是這樣 庫文就是不寫 庫文就是不寫 他說我取消不平等條約 我對日宣戰有沒有 騎日買定啊 我還記得啦 騎日買定有沒有 你頭哪這麼外 沒怪你的生氣不好 我跟你說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十二月七九選擇 但是日本沒有回應 為什麼 他不但不出 那個選擇 我選擇不是 我說我選擇就選擇了 我如果幫你選擇這個國家跟這個國家選擇 我會說 某年 某月 某年 某時 幾點 我幫你選擇 這樣才有尊勝呢 你想建金這麼簡單喔 No No 中華民國什麼人選擇呢 林申啊 林申什麼人 中華民國的主席 就在做什麼 行政院長 看到鬼啊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不行啦 我告訴你 你去中興新村 有一個中華民國博物館 裡面 走比較進去裡面 帶在拼 很清楚 願見 很清楚 中華民國 行政院議長 蔣介石 他如果算那個白名 算第四名的啦 第四名 跟你們說他選前啦 看鬼啊 他說啊 取消不平等條的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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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拿去看看 你有看到這段的啦 你也龍心啦 他說他取消不平等條的 有嘛對不對 我怎麼小的 我怎麼勤佩他呢 哎唷好偉大喔 蔣公啊我好偉大喔 告訴你 全世界所有因為 建金所參選的不平等條約 的條約 沒有一個是平等的啦 建金哪有什麼平等的條約 建金絕對不平等嘛對不對 你建宿我建贏嘛 你建宿我的導航嘛 你導航到我審 哪有不平 哪有那些平等條約 絕對是不平等的嘛 是全世界上的條約 建金發行 絕對沒有平等的 他跟你說那個小話 不平等條約 哪有能取消啊 我告訴你 在座各位 你們的結婚政書 可以廢掉啦 可以廢掉嗎 你如果好等 你自己試試看 你如果剛才廢掉 你媽媽給你拍戲 我沒有騙 可以廢掉嗎 我告訴你 這是我們頭部 都不清楚啦 真的不清楚啦 中華民國 他叫四九年的十二位 他說遷都台北 有沒有 遷都台北有沒有 你如果都稍微回應 都這樣不 都點點耶 蛤 都不記得 好 如果不記得 我講也要準勝對不對 遷都台北對不對 我告訴你 他怎麼說遷都台灣 為什麼 怎麼也不要說遷都台灣 我遷來台灣 怎麼只遷都台北 就中華民國 就所有的中華民國 都留在中華民國 台北市就好了 其他地方不要去啊 為什麼 國際法 因為 1949年的十二月 他開始流亡了啦 十月找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他都關來台灣了啦 所以所有在那個中國人 來找來我們吃的 是什麼 流亡的嘛 所以我們現在說眷村 破了鬼 那叫做難民營啦 難民營啦 我告訴你喔 難民營要立錢喔 人生中的流亡政府 不要啦 遷都台北市 那 那一本人 不要啦 遷都台北市 來 中華民國 他們那個難民營 我跟你說 在我們台灣 沒有付助金 西中 在印度 達南沙拉 付助金 差這麼多啦 我們很支持台灣人 對 怎麼做 來拍拍手 大家歡迎一下 樣子 坐屎 本來我還說不要讓他講 你子不知道 woh 你想想想 印度 达南沙拉做他的土地 給世宗流氓政府 做一個領土很大的 美國替他們 這納豆金給印度 什麼人替中華美國 納豆金給我們台灣 有沒有 有沒有 我們看多少歲就好 我們讓他住 免錢的 繞下去 新的 繞下去他很老的 又回到中國去帶母 帶母 死後 那個母 少年母 我們就要再給他 立一半 在台灣人看六公就好了 不是少啦 五公啦 我跟你說 中華美國在台灣 沒有正常的事情很多 你說選舉 競然選舉 好選人的票 一票可以拿30塊 全世界沒有人這麼猛的 像台灣而已 我們去跟他選舉 我們走路走到去對不對 要讓我們走路工對不對 對不對 有對立嗎 沒有讓我們走路工 我們就一票還給他30塊 繞下去還給他50塊的政黨的票 五個四年 如果立法院議員 各位 全世界都跟我們走 走什麼 台灣人是全世界最猛的 猛到賣賠錢啦 所以 我們如果去選舉 每選一次 不支持你30塊 還有一年就要你50塊 全世界你看所有的政典 只要台灣 選舉以後可以去領一個 不怪民進黨 他不愛 全世界選舉嘛 他選舉有錢可以拿嘛 先來選舉可以跟你換 台灣是台灣人 台灣人 你台灣人不選給台灣 你要選什麼 有利嗎 有利啊 你就中毒啊 我如果今天他選 你全都還給我媽呢 去年12月31 我們的忘年會 那時候選得很老的 美國社會就跟我說 他說什麼 你去給他選擇 他選擇什麼 馬英九贏 蔡英文80萬票 選去選耶 兩禮拜前選擇 我有選擇啊 我在選擇的時候 坦白說 我沒有騙你 我的心 淡淡 我跟美國說的 我跟你說喔 你如果害我不選擇 不對的 如果差1萬票 我跟台灣民進的都國喔 他說沒關係 你選擇 只要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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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月10日 選擇的結果是什麼東西 馬英九贏幾票 80萬差不多 差1千票而已 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不必支持 擇英文 因為擇英文10月10日 他選擇什麼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外來的賬款 是台灣政府 我沒有騙國人 美國國人要回家了 他問那個 剛才美國開頭的 很難聽 他就說 他說 擇英文賣掉 他說那個 他要台獨 他台灣要獨立 因為今天 我沒有太久 因為要還有時間 因為這個 日本人他名字要回家 所以 我想說 要先扭時間給他們 好嗎 好 很難聽 謝謝 大家晚安 我叫大乔 在这个礼拜一就来到台湾 まず初めにこのTCGの第35回目の研修勉強会が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に 心からお祝い申し上げ敬意を表します 非常向大家致意就是 在能够参与在这一次的第35届的演习班 能够参与在当中非常地谢谢你们 麻烦可以跑一下他刚刚要交代要放的那个影片 我担任日本空军 就是行驶战斗机的人员已经34年 那担任空军 同时来保护日本的空域 年轻的时候呢 我就开着战斗机保护日本的空域 少し年取ってからは スタッフオフィサ参謀として 飛びながらまたデスクワークもしてまいりました 当我进入中年的时候呢 担任核心的同工 然后同时一样有在飞行 但同时也担任在教指导的部分 在我后半的部分呢 我担任在空军担任 就是指挥官 同时也成为他们的指导师 大约在17年前呢 我从空军退任 当我在退休的时候呢 我对自己说呢 我要怎么样去度过今后的每一天 那我想说用我的经验 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 那于是就一直到现在 那于是就一直到达了 那于是就一直到达了 我担任一个叫NPO的一个团体机构 在这个当中 我是他们的领导 那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要 最近有改名称 那叫做就是保护日本 一个团队的一个团队 要怎么样去保护日本 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国家 那于是就一直到达了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台湾 那这短短的几天呢 让我学习到很多 在这过程里面呢 那我学到了什么呢 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一直到现在 在台湾经过许多的 有很多的同胞呢 在受难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是怎么样过来的 我也从这几天 这些日子得知 这一次的旅程即将结束 当我回到日本的时候呢 我一定要传达给日本的朋友们 告诉他们在这个 这几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并且让他们知道 台湾在战后 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谢谢 在我现在目前 在日本所担任的 这个团队里面呢 我希望能够 呼吁日本的年轻人 能够来到我们当中 跟我们台湾TG的年轻人 做一个交流 希望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同时呢 在座的每一位年轻人 不单要认识自己的台湾的历史呢 更希望大家能够 对日本有文化 不管是文化或是政治 能够有更多的兴趣 谢谢 在日本其实在现实的状况里面 也是有许多的问题存在 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 能够对日本 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让我们能够达到互相的理解 不管是台湾对台湾跟日本 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点 同一个方向 让我们彼此的认识 彼此的理解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如果他非常期待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他也能够很热烈的 就是热情的回答你们 接下来我要邀请冰田先生来 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要介绍一下冰田先生 冰田先生是在我指挥官学校的同学 在日本的军校呢 是陆海空军是一起指导的 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呢 大桥是进入空军 冰田先生是进入海军 那在我们当中呢 我们不断一起的训练 同时也被受到美国的教育 让我们欢迎冰田先生 大家晚安 我非常高兴能够跟台湾的年轻人见面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台湾 昨年の2月に参加了 我第一次是在去年的2月来到台湾 那这一次呢能够跟我的防卫大学的同学大桥 以及酒言女士还有我的朋友 博山一起来到大家当中 我昨年7月呢 就是在治疗当中发现有脑瘤 那目前一直都在治疗当中 或许在当中在传达的时候 可能大家在讲话 可能有点不清楚 请大家见谅 我开始对台湾有印象 有开始有产生兴趣的是 是在去年的12月 那因为台湾民政府有 大概有160位的童心呢 到日本去祝贺天皇陛下的生日 何から話していいか分か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最初に 昨年の3月11日残りました 東日本大震災 台湾の皆様から 受けました支援金 援助の手を差し伸べて いただきましたけれども それに対して 台湾日本国民の 代表ではあ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心から 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虽然我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但是我要非常 虽然不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要代表日本在 去年的311大 东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受到台湾许多的 金钱上的支柱 那我在这里 要再次的特别感谢 台湾的所有的朋友 私は海上自衛隊の 40年間 防衛大学校と海上自衛隊 含めて40年間 勤務いたしました 私の職種は ロジスティックスです 経理補給サービス この3つを含めた ロジスティックスが 専門職です 我在担任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職務是 作戦は ロジスティックスの能力を 超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分かりますか 作戦は ロジスティックスの能力を 超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在作战当中呢 就是要 不能超过一个 逻辑性的一个思考 一个概念 私は 部品補給 燃料の補給 大学の補給 約100万品目の補給 をしておりましたが 最後には P3Cと EASIS艦の 調達 及び その計画 及び調達 約20年間 従事して 今日の P3C艦隊 EASIS艦隊を 作り上げる に 参画しました 在这个 担任 他職務担任 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管是在 计划 他们在军队里面的 一个燃料 燃料的 一个补给 或者是 在他们 军队的 运作里面 他必须要去 做一些计划 他做这些计划 大概花了 20多年的时间 不断的在 不断的在 在指導 能够让我们 日本的海军 能够更好 我 会場自衛隊 のOB ですけれども リタイア した後も 日米 ネイビー 友好協会 日本和美国 友好協会 友好協会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 にとして 今日も活動しております 虽然我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仍然是 日本与美国 之间的海军 海军军官里面的 一个蛮重要的 一个身份 那我不断的也在 若他们有 任何的需求 他都会 任何时刻 去協助 20年前に 日米 ネイビー 友好協会 Janafaと申します Japan and USネイビー Friendship Association の ファウンダーの 一人です ファウンダー 創設者 新しい海を作る 日米海军 一个联盟協会 他们有 有做 一个团体 一个机构 海上兵隊を 辞めた後も 約20年間 米国海軍 大日米軍 日本的 コーディネーター 役割を 果たしております 退休之后 大概有20年的 时间里面呢 跟日美的 一个海军的 一个協会 在这个当中里面 他做了一个顾问 したがって 半分は Japan Navyの オフサーですが 半分は US Navyの オフサーの ような 立場 気持ちです 日本的军人 跟美国军人 各占一半 一半的人数 私が今後 できることは 今度は台湾の ためにですね 台湾の防衛の ために 台湾は日本の 生命線です 台湾は 日本の 防衛の 要です 台湾の 防衛なくしては 台湾の 安全なくしては 日本は 生き残ることは 絶対できません 台湾ね 對日本來說 是一個 非常重要 的一個 角色 是日本的 一個 生命線 如果台湾 對於 在台湾的 防衛 姿勢 沒有 做好的話 可能 影響到 日本的 安全 虽然我现在不是担任在海军的一个主要的军官 但是我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 一个民间的人民 我真的是希望 能够传达真实 能够对日本人 能够传达这些历史上的真实的故事 物事は嘘には修練しませんけれども 真実には修練します 修練って分かりますか 修練で何しよう 本当のことを 真实的话呢 一定会到最后 一定会都被认同的 因此呢 我现在就是要将 这台湾的真实 这个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 要去传达给日本 甚至是世界各地 这就是我的任务 这边的影像呢 就是现在目前 在日本的海军 所呈现的每一个真实的 现在也同时都在 日本都在运作当中 海上自衛隊は わずか5万人の 小さな海軍ですが コースタルネイビーから オーシャルネイビーに 現在成長して 世界のどこにでも 出かけ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目前日本的海軍 大概有5万多位 目前都有在 世界各地里面 都有去出動 先の大東亚战争で 日米は4年間 死ぬもの狂いの 戦いをしました 血みどろの戦いを しましたが 現在は ブラザーネイビーです なぜアメリカ海軍と 日本海軍が 仲が良いかと申しますと 価値観が 同じからです 日米海軍は 厳しい戦争の経験があります 日米海軍は 非常に严苛 非常に苦い戦争 スキルレベルの面では この日米海軍が 世界一だと 私は信じています 我非常深信 この海軍 世界第一で ちょっと長くなりましたので この辺でアメますけれども 実は昨日 Takao Takao 州を訪問いたしました 雖然話 变長了 但是我要 少し短い一切 昨日 昨日 我們在 高雄 高雄州 バシー海峡 の見えるところに 行ってまいりました このバシー海峡こそ 我が日本の台湾の生命線だと 私は考えています 日本人はまだ そこに十分気が付いておりません 我想日本還沒有 日本還沒有 发现 这些 私は OBでありますから 本音で申し上げます 私ができることは 今まで学んだことをですね みなさまのために役立てることだ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私ができることはまだよく分かりませんけれども これからさらに勉強してですね TCG 台湾国民政府の皆様のために 何かのお役に立ち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今日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首先我就是要 不断的去学習 能夠真的是真實的成为 台湾民政府的一个力量 谢谢大家 我想简单介紹一下 日本天皇太太的同学 非常有影響力 最初だけ なるべく短く話します 稲妻 文字幕君 My name is Tokuko Hisano from Tokyo, Japan and I am a principal of the Society for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youth 我是习惨的特古都议论東京から来的 子供的教育 ネパール、ブータン、バングラディス、インド、中国、アメリカ、ハワイ等 文部省や外務省的方法と一緒に 幼児和青少年の教育交流を行ってきました 我是九也登九子 九也女士在日本是担任教育的 不管是跟日本政府单位或者是个人民间的 她们曾经在尼泊尔、中国、大陆 还有在夏威夷等等的地点里面 在当地能够成为她们教育的一个典范 然后协助她们做一个教育的工作 刚才在开学典礼当中我们有唱日本国歌 她非常感动,感动快要掉泪 そして私がこの度 私は祖父が、おじいちゃまが海軍中将であったがために ネイビークラブの理事を、役目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我是因为我的爺爺是、曾经是海军、军官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能够 与大桥连接在这个海军的俱乐部里面担任理事长 その前にもう一つお礼を言いたいと思いました この度去年の東北大震災の折りに 台湾の方から230億 すごい大きな寄付を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よ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特别我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再次的向大家 台湾的朋友们、向你们说声感谢 就是在去年的东日本大地震 受到许多台湾的支持 以及巨大的金额 然后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一次难关 非常地感谢 それで台湾ってお金持ちなんだなと思いました 我想说台湾人真的很有钱 是的 すごいです そしてでも色々な意味で国家 私はやっぱりアジアの中でどのようにしていったらいいか 私たち日本人はどうしたらいいか台湾の方と一緒にと思ったんで 一人一人国民が政府とか人が誰かやるだろうじゃなくて 一人一人国民がしっか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通説に思っています 不管在这几天我们有多少的分享多少的交流 那他认为说不管是政府单位能够做什么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为一个当地的国民呢 这是我们的责任 这是我们要从我们自己开始 そしてこの旅もたったまだ三日ですけども 称さんのうちに招かれまして 拍手 在这两天能够到高雄州受到中洁美女士的招待 非常地感谢 本当に家族と一緒にしていただいたんで 台湾がますます好きになったんです そして素晴らしい夕日 それから素晴らしい景色 なので今回来てとってもますます台湾が好きになりました 因为受到中洁美女士的家族的一个非常热情的招待 让我不管是在高雄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景象 以及还有夕阳 让我在这个过程里面 让我越来越喜欢台湾人 皆さん日本好きですか 大家喜欢日本吗 Thank you very much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です 非常高兴谢谢大家 それで 私たち今回来て何をすべきかがすごくよく分かったんです で People in 台湾じゃなくて People of Nepal 台湾 台湾の方たちと仲良く手をつないでいけば 素晴らしい世界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 通説に思いました 这一次呢 我非常的 越来越能够体会 真的明白说 这一趟的 这一趟的理由的意义是什么 让我可以更了解 更知道说 台湾就是 People of Taiwan 就是真正的台湾人 那 我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 跟台湾 日本跟台湾 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桥梁呢 能够去共同 制造编织美好的未来 日本と台湾が仲良くすることが どんなに大事なことか というのをますます分かりました 日本跟台湾能够連結在一起 是多么的重要 这也让我 透过这一次的返台呢 可以让我慢慢的 越来越能够体会了 ですから 今回来て本当に 何をするか分かったんですが 皆さんと一緒に お互いを知ることが すごく大事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ね 一時 ちょっと 行き違いがあったり 悲しい事実 というのも確かに 日本と台湾の間に ありました でも それは 知らなかった のため ですから 知ることが 一番まず大事 だと思いました 我越来越能够明白 我在这里的意義 是什么 那真的是希望 能够 台湾跟日本 能够成为 不仅是可以 互相的更理解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虽然过去 有许多的 在历史上 带来的一些悲伤 但是 现在 这个时刻 就是要 更多的彼此的 认识 知道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关键的时刻 希望呢 从现在开始 大家能够更多的 可以教我 教我 让我知道 更快的理解台湾 それで今日は35回 ですか そう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次能够参加 第三十五届的 原始会 恭喜大家 それで台湾のことも 知ると同時に 日本のことも もっと知ってほしい と思いましたので 今日この場をお借りして 私が書いた 日本についての本です それもあれも あれもね これは文芸社という本で 去年の10月に ナンバーワン 第一位 人気投票 になりました はい 那透过这样的机会 不仅要认识台湾 希望大家能够 可以慢慢的认识日本 那他这边有几本 他作的 他写的书 那他 九夜女士手中拿的 这一本书 是在去年 畅销 排榜 第一的 一个书 希望大家可以 看一看 あの 単なる 面白い本 じゃないんです これを読んで 自閉症が治ったとか それから 江王様と 学校時代 ご一緒だった時の 思い出 とか いろいろ 迎えて みんなが すごく 病気治ったとか 考え方治ったと いっぱい 手紙をもらいました どうぞ これが 簡単的 一本书 これが この内容 写さ 他過去 日本皇太后 他同学 写的 記憶 回憶 有许多人 看到 这一本书 不仅 勾起 可能 有一些 痴呆 的 但是 看了 他的书 之后 就好了 それから これはCO2削減 地球が大変 という絵本で これはいろいろ 電力とか そういうものを みんなで 奸躍しなければ 地球がダメになっちゃう という絵本です 在他的右手中 所拿的 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绘本 那绘本的内容 大家主要是 節約 减碳 就是能够让地球更好 那是一个针对 给小朋友看的一本书 可能在大家对我的印象 可能会写作 然后会 会怎么样 但人家 外表给人家感觉 很温柔 但是我其实是一个 很坚强的女人 それで今日は この会を とても大事にしたいと思ったんで 私が書いた絵本とか本を どなたに 会長さん プレゼント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想要透过这样的机会呢 把我所作的每一本书呢 送给台湾民政府 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林さん ミスター林 それじゃあこれ お菓子もあります 这边有一个饼干 日本の このお菓子は 日本の天皇陛下の マークが入った お菓子です 这个饼干呢 是在天皇的皇宫里面的 一个徽章的 一个代表性的饼干 それじゃあ皆さんも 私もですが まず自分の健康を大事にして みんなに迷惑かけない それから家族を大事にして 余った力があったら 世のため人のため 頑張って みんなで天国行きましょう 希望大家呢 最后能够祝大家好好地保养 自己的身体健康 健康是第一的 然后再来能够珍惜 我们的 你们自己的家人 你们的家族 要好好地珍惜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主席大臣 どうも皆様 こんばんは 大家晚安 最後となりましたが ちょっと短く お招きさせたけ いた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我是最后一个 但是我会 简短的 说几句 私は一日本人の市民であり また台湾民政府の 強烈なサポーターでもあります 我是道地的日本人 但同时我也是 台湾民政府的 最强力的一个支持者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この度は4人で参りましたが 私以外の3人の方は非常に立派な方々で 3人が一同にこうして集まることも非常に 日本でも難しい方々でありまして またさらにこの度は1週間の時間を取りまして 皆様の前でご挨拶できたことは非常に奇跡的なことだと 私自身は思っております 这次能够来到台湾訪問 跟这3位非常 在日本是算 有知名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们能够聚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奇跡 非常地感谢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来到台湾 跟大家见面 谢谢大家 それは 今皆様からお話しありましたように 私ども3名の団長さんをしていただいた大橋大先生は 以前の空軍大将であり また私の友人であります浜田義一さんは 元海軍大将でありまして またこれに出て大佐であります また海軍大佐であります 这次非常有荣幸能够跟空軍的大橋大将 以及海軍的冰田大将一起来到台湾 またあのご一緒していただいた 石沙野先生は非常にご多忙の中 無理を無理して そしてこの旅は台湾に来ることが実現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也特别能够跟九夜女士一起來到 原本是没有办法来到 但是后来她的梦想还是实现了 非常地高兴 また今日のこの画像にもありましたが 浜田義一先生は この画像にありました 伊実館の館長さんでもありましたことをお伝え申し上げます 館長さんじゃない ごめんなさい今のは本人から館長さん 導入作業をしたということ ただ伊実館の免許はお持ちだということは聞いておりますので 館長さんと同格の方でございます そのようなことで 私が今回訪問した大きな目的ときと言いますのは 私は世界の平和を願ってい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 我本身本人是很期待世界能够和平 それでこの旅のこの大切な時期に 台湾と日本が手を結ぶことは非常に非常に大切なことであり 日本和世界の平和のために 皆様の若い力がどうしても必要になります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受到 日本与台湾能夠連結 是一個迈向一個和平的重要的時刻 特別是能夠招聚年輕人在当中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またこの機会に私も日本に帰りましてから 皆様と同じような若い方々を 是非とも台湾に何名か20名ほど連れて行きたいと今思っておりますので 実現をして若い力で世界の平和を勝ち取ろうという強い信念があります 必ずこれは成功いたしますので 皆さん私たちで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那我現在所想的就是呢 我希望透過這樣子 這一次的旅人 這一次的訪台的一個活動呢 能夠回到日本之後呢 我希望能夠招聚日本的年輕人 能夠成為一個 讓我們日本跟中國的年輕人 首先成為一個橋梁之後呢 我們要邁向 我們要去贏得世界的和平 謝謝大家 ご清聴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大家 1945年4月1日 1949年4月1日 日本天皇頒布招書 日本の天皇は少々を発砲しました 讓台湾人有參政權跟參戰權 台湾人が三権選 そして三選挙権が お持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発表しました 根據萬国公法 万国国法によって 讓台湾人變成日本天皇的臣民 台湾人が日本天皇の新民になるように 一直到旧金丹和平條約簽約 到今天都沒有改變 サンフランコは条約を 徹結しても その徹結した時点にも このことは変わりません 台湾人仍然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だから台湾人は 今更日本天皇の新民であります 所以我們有一個特別的禮物 要送給這四位 ここでとても大切なプレゼントを 今の四名様に差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もう一つの贈り物を用意して ぜひ貴佐野様が天皇美智子様にも 一つぜひ差し上げてください 現在我們請我們的總理 葬理をどうぞ 現在我們請他們一位一位的出來 第一位 我們請 どうぞ まず畠山さん 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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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把日本天皇的招書 送給日本 還給日本 私たちここで日本天皇が発報した証書を 今日本の天皇に差し上げます 日本の外務省告訴我們 日本の外務省が 私たちにこういう風に言いました 日本天皇の招書到今天仍然有效 日本の省床は今までも有効であることです 任何人都不能否認 台湾人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台湾は日本の天皇の市民ではないことは 拒否できません 再一次 大家鼓掌 歡迎 もう一度拍手してください 拍手 謝謝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另外 我們要再把日本天皇的招書 送給九爺女士 日本の天皇の少少を久野様に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これあなたの これは久野様に 接着下来比较慎重的就是 我要请他来替日本天皇的太太来接受这个招数 各位特別鼓励 もう一つの少少は道子様にぜひ差し上げてください 日本天皇一定会看到 天皇様は今年他的生日一定会看到 天皇今年の12月には絶対見え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拜託他 谢谢 浜田さん もう一回 去年他已经有了 去年すでにもらいましたが 今年特别希望他能够上的特别有意义的人 今度はこの日本の少少をぜひ 意義のある人方にぜひ差し上げてください 各位鼓掌 谢谢 当台湾民政府接到政权以后 台湾民政府が本当の政権を持った時に 这四個位一定会变成永遠的台湾人之友 こっちにいる4名サワンは永久的台湾の友となります 来 谢谢他们对台湾的努力 谢谢 本当に感謝し台湾のために努力してきて 本当に感謝いたします 明天早上9点钟 他们就要离开台湾回去了 明天朝9時の飛行機で日本に戻りますが 所以我们的黑熊6点半要集合完毕 明天の金鋭隊の人は6時半に集合して迎え 要来很慎重 慎重的翻送他们 慎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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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可以ですか 拍手 谢谢 我们还要请我们的总理 来讲一句话 你把它翻译给他们 谢谢 非常感謝 大家参与这个集团 大家会面 我直接来感谢我们四位的贵宾 大乔先生 柏山先生 冰田先生 和九位小姐 今回は本当に 雄明様 大橋さん 浜田さん 久野さん 畠山山 本当にこうして台湾に訪問として 本当に感謝いたします 大橋さんと浜田さんは初めておめかかりまして 前は浜田さんと畠山さんは愛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大橋さんは本当に興奮で 本当に興奮で 嬉しいです 我が浜田さんと一緒に接触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して 何回も浜田さんとお会い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して 3回 3回くら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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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橋さんは 愛国者であり 本当に自分の国を愛する方です 大橋さんと一緒に来台湾一応 从他来台湾以後 还有去日本 我去日本的时候 交流 我们有通信 有书信往来 我感受到他全心全力的在 為日本 為台灣努力 こういう何回も手紙を通して 何回も愛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が この間に通じながらの このしてからは 本当に自分の国 そして台湾のために 本当に愛して愛して たまらないです 本当に良い人です 大家聴覧 高聴関 我感受到他的絶情 和非常的絶心 他的熱情 他的熱情 我感受到他的熱情 跟超乎寻常的熱心 浜田さんのこういう熱さを 本当に感じました 本当にすごい 素晴らしい熱心さです 這就是 為何日本過去那麼強大的原因 だから従って こういう風に とても自分の国を大切にして 熱心さを持てることが これが日本が成功した ということの原因だと思います すごいとかなり 本当に高興 本当に高興 感動 台湾一天 進入 回歸大日本的時候 我們會跟哈馬大傘跟這個歐巴西傘 還有跟哈達克山 還有日撒納 一樣 都一樣 都是非常熱心 非常的熱情 為這個國家來犧牲跟奉獻 我們都同樣 哈馬大傘 歐巴西傘 歐巴西傘 歐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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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巴山的用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我相信我們在座每一個本土台灣人 都跟我一樣的感受 也會跟他們一樣 愛我們的國家 愛我們大日本帝國 就像我在建國神社的那一場演說 我說將來從北海道到新南青島 全部都是大日本的國土 我們大日本帝國就是這樣防衛西太平洋的安全 保障世界和平 在這個關鍵的時刻 我個人能夠跟大家在一起 共同努力 共同運動 感到非常的高興 也非常的滿意 感謝大家參與 感謝大家 謝謝 本当に感謝致し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各位 我們今天的課到這裡結束 那麼黑熊隊啊 記住 明天早上六點起床 六點半集合完畢 大家服裝儀容要整齊 等一下樓下 有那個仙草 仙草兵 吃給大家替一下 因為會在這裡操 來 我們來下課 謝謝 各位學官 請客人 下課 謝謝